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刚刚讲他脾气不好 很多人也说我脾气不好 这个 可是我觉得 我跟他相处在一起 我们都相处非常愉快 第一款iPhone出来 我帮他做出来的时候 我们一起合作 开发出来的时候 他非常高兴 他当场秀给我看 怎么touch怎么移动 我还有那个录影台湾保持在 我的同事帮忙照 我跟他在一起 这个我没有感觉到 他的脾气 有时候言诗 才有高徒 今天 这个你老师不演 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是非常感谢 过去对我们演的那些老师尊上 今天在学校的教堂 各位 将来你现在最不喜欢的老师 现在将来可能 是你最 对你人生 最有用的老师 今天你想想看 我已经癌症患了好多年 患了肝以后 我每天还继续的工作 很多人生说 我已经卖掉 我有那么多钱 我去夏威夷 我去 我去 他自己主持 他的医疗团队会议 他自己 所有东西 我觉得人生 那他讲的一句话很有重要 我不想你们看的那本书没有 我简单翻了一下 对不起 我没有时间整个看完 他讲 他说我把人生的每一天 那斯丁曼尔大学演讲的那边 都当最后一天 各位 今天你们要学到 不是跟我学 你把每天当做最后一天 所以今天你 我就 我没有明天了 我今天要做什么 哪一件事情对你是轻重挽急 是我今天找我的女朋友 去吃最好的dinner 还是我 我把今天这个研究报告 把它赶出来 当你在非常挤压的时空 非常极限于一切的无奈的时候 你能说创出自己的火花 而且告诉自己 我应该做什么的时候 我觉得你已经就进步了 所以第一个我讲 Steve John带给你提到这个话题 那我讲他的脾气 最起码我跟他交往 我感觉到 他是一个 非常伟大的创意家 他always 告诉你 你绝对不能告诉他 不可能做到 所以我每次回来 接到他的任务回来 几乎是两个月 一个月没有做到 我三月二十二号接的 也是 这个新的东西 在明年才发表的 所以也是非常的难做 可是你只有 也就是因为在他的压力 他这种执着的感召之下 我就从没有说不 所以我认为 因为 我可以说不 这生意我可以不做 但是 我认为对我们就没有进步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